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尤其是婆家 可是五天过去了 婆家的人影竟然一个也没见到 他们的冷漠像真一样扎进我的心 疼得我喘不过气 相反 是我的娘家不辞辛苦 来来回回照顾我和孩子 连住院费都是我爸亲自掏的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躺在医院的病床上 刚刚经历了生产的痛苦 还没来得及享受出为人母的喜悦 心里的委屈和怒火 就已经无处发泄 妈 婆家怎么还没来呀 我试探性地问了一句 声音有些颤抖 还能怎么回事 没良心呗 我妈的声音有些不耐烦 语气中夹杂着愤怒和不屑 别管他们了 你安心养好身体 这是咱家管 我爸拍了拍我的手 语气温柔 但却带着一丝坚决 我爸从来是个沉稳的人 但今天的表情 却显得很严肃 显然 他心里也别着火 生产的疼痛 还没有完全退去 护士每隔一段时间 就会进来换药 茶房 但这些身体上的疼痛 远不及心理的折磨 手机屏幕上 婆家微信群里静悄悄的 没有一句问候 连消息提醒的声音 都似乎销声匿迹了 我实在忍不住了 打开了和老公的私聊对话框 你们家人怎么回事 我生孩子这么大的事 五天了 你们连个人影都没有 我飞快地打字 心跳加速 忍不住对老公发了火 我妈说她这几天不太舒服 等她身体好了就来 你先别急 老公回得很快 语气中似乎带着些敷衍和无奈 不舒服 不舒服还能五天 整个家里人呢 你爸呢 你哥嫂呢 还有你 我的情绪彻底崩溃了 手指在手机屏幕上飞快地打字 愤怒难以抑制 这五天里 我一直在等 等他们一个简单的问候 等他们派人来看望我和刚出生的孩子 可是等来的只有冷漠和沉默 我一遍遍告诉自己 可能是他们太忙了 可能是有什么别的事耽搁了 可是现在老公的解释让我觉得 原来这一切只是他们根本不在乎 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钟 老公似乎在犹豫什么 然后才回了一句 我爸妈可能是真的有点忙 你别多想 我回家再说说他们 忙 忙得连自己的孙子都不管了 我气得差点把手机扔了出去 眼泪不受控制地流下来 妈在一旁听到了我的对话 脸色越来越难看 她冷冷地说 忙 啊 再忙忙忙过生孩子 这可不是你一个人的事 是两家的大事 我爸则皱着眉头 缓缓开口 小云 你也别太激动 咱们家有咱们家的责任 该做的我们已经做了 至于他们家 哼 别指望太多 我的心里五味杂陈 既委屈又无奈 我原本以为生孩子是两家人的大事 尤其婆家应该更积极地参与 毕竟孩子是他们的孙子 可是现实狠狠地打了我的脸 婆家不仅没来 还连个问候也没有 所有的责任和重担 全都压在了我娘家人的肩上 护士这时进来换药 我的妈叹了口气 对我说 别哭了 哭多了伤身体 孩子还小 你要保重身体 她一边说 一边小心翼翼地 帮我擦去脸上的泪水 然而 我的心情并没有因为她的安慰而好转 每次看到爸妈忙前忙后 我心里就有一种深深的愧疚感 他们年纪大了 本该是我照顾他们的年纪 却还要因为我生产的事受这么多委屈 这时 病房的门突然被推开了 一个熟悉的身影走了进来 我还没来得及反应 来人便高声叫道 哎哟 怎么回事 我们婆家还没来呢 这也太不像话了 我抬起头一看 是我闺蜜小梅 她气势汹汹地走了进来 连忙坐到我床边 握住我的手 你放心 有我们在 你娘家人比婆家可心疼你多了 我们家现在跟你一条心 他们要是不来 我们也不能放过 她的到来 像是一股新鲜的空气 让我压抑的情绪 稍稍有了些缓解 小梅从小跟我一起长大 性格直爽 什么事都敢说敢做 这会儿看见我受了委屈 她的怒火比我还要旺 他们真的五天没来 这是怎么回事啊 小梅一脸不敢相信地看着我 我点点头 苦笑了一下 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反正这几天就是不见人影 连电话都没有 小梅一拍桌子 气愤道 他们家这是欺负人呢 这可是你生孩子 不是什么小事 你放心 这是咱们不能忍 我妈也忍不住附和道 小梅说得对 这婆家也太没良心了 五天不露面 连个电话问候都没有 这孩子到底是谁的 我爸见他们两个越说越激动 赶紧打圆场 行了行了 别气了 孩子还小 先顾好眼前的事 至于婆家那边 咱们总要等个说法吧 可是 我知道 等下去又能有什么结果 老公的敷衍 婆家的冷漠 这一切让我越来越怀疑 他们是不是根本不在乎 我和孩子 那天夜里 我翻来覆去睡不着 脑海里一遍遍回放着 这几天发生的事 病房里静悄悄的 只能听到孩子轻微的呼吸声 我摸了摸孩子的小脸 心里涌起一阵酸涩 到底哪里出了问题 婆家为什么会如此冷漠 我从未想过 我生孩子这样的大事 竟然会变成一场 对我和我娘家的考验 而婆家的缺席 更像是一把刀 深深割开了 我对这个家的信任 我不停地问自己 是不是我对他们的期待太高了 可是 作为妻子和母亲 我有错吗 明天我们会来医院 你别着急 这句话像一块冷冰冰的石头 扔进了我本就不平静的心壶 第二天早上 我刚刚喂完孩子 就听见病房的门 轻轻被推开了 抬头一看 婆婆和公公终于来了 婆婆穿着一身暗色的棉布衣服 脸上带着有些僵硬的微笑 公公则低着头 显得有些局促不安 我深吸一口气 压下心里的火气 勉强挤出一个微笑 妈 爸 你们来了 嗯 来了 婆婆点点头 看了一眼我怀里的孩子 又看了一眼在床边忙活的我妈 脸色有些尴尬 这孩子真白净 是不是挺好戴的 她弯下腰 想去看看孩子 却被孩子突然发出的哭声吓了一跳 婆婆慌张地缩回手 立刻转过身 不自然地笑着 哎呦 这孩子还挺有劲 我妈站在一旁 没说话 但她的脸色 却明显变得冷了几分 我知道她心里不高兴 五天了 孩子出生这么大的一件事 婆家居然一个人影 也没有 等现在来了 还不如不来 妈 五天了 你们怎么 我试探性地问了一句 虽然我不想当着 我妈的面丝破脸 但心里的委屈积攒得太多了 怎么也忍不住 婆婆愣了一下 随即笑了笑 哎呀 前几天我身体不太舒服 刚缓过来 这不 今天就赶紧来了吗 她的解释轻描淡写 仿佛一切理所当然 我妈终于忍不住了 冷笑一声 身体不舒服 这孩子五天前生的 你们家一大家子 难道就没一个人能来看看 气氛瞬间凝固了 公公低头不语 婆婆脸上的笑容 也僵住了 她的眼神闪烁了一下 似乎不知道该怎么回应 我看着这一幕 心里更是五味杂陈 婆婆叹了口气 终于开口 哎呀 老家里这段时间 确实有些事 一时间实在是抽不开身 你看 现在不是都来了吗 咱们都是一家人 别计较这些小事 小事 我妈的声音提高了几分 脸色变得更加难看 我闺女生孩子 住院五天 你们家连个电话也没有 这还叫小事 你们倒是说说 这事搁你们自己家算不算小事 婆婆被我妈的质问 弄得脸色一阵红一阵白 一时竟不知如何回应 她瞟了公公一眼 似乎在寻求帮助 公公终于开了口 语气有些无奈 老爸 你别这么激动 我们家这几天确实有点忙 今天不也来了吗 咱们不要闹得太僵 毕竟孩子还小 需要人照顾 我妈听了这话 冷冷地哼了一声 是啊 孩子是需要人照顾 所以这几天全都是我们家在照顾 住院费也是我们家出的 你们倒是好 连个人影都没见着 听到这话 婆婆脸上闪过一丝难堪 她低下头 看了看我床头的账单 皱了皱眉 语气有些小心翼翼 住院费 你们家都出了 这个不应该啊 怎么没告诉我们一声呢 我忍不住苦笑了一声 告诉你们 你们连个电话 都没有 我要怎么告诉你们 婆婆的脸色 瞬间变得苍白 公公也尴尬地摸了摸鼻子 气氛尴尬到了极点 过了一会儿 婆婆终于低声说道 小云 这确实是我们不对 钱的事 你别担心 回头我们一定把钱补上 我妈一听这话 脸上的冷笑更深了 钱不是问题 问题是你们对我闺女这态度 生孩子可是大事 你们家人连个最基本的关心都没有 这让我怎么相信你们以后会真心对她 婆婆低着头 不再说话 公公也一言不发 病房里一时静的只能听见孩子的轻微哭声 就在这个时候 老公终于出现了 他走进病房 一进门就感受到了空气中弥漫的尴尬氛围 怎么了 她看着我 又看了看婆婆和我妈 似乎意识到气氛不对 我冷冷地瞥了她一眼 没有说话 我妈气头上 直接开口 你来得正好 咱们把话说清楚 你妈这几天一句话都没说 五天没来看你媳妇和孩子 今天倒是来了 可也不觉得这事有多严重 是不是你们家根本不把我闺女当回事 老公一听这话 脸上瞬间挂不住了 连忙走到我妈跟前 低声道 妈 您别生气 我这几天确实是有点忙 家里也有点事 没来得及过来 真不是故意的 忙 忙成这样 我妈冷笑着反问 老公挠了挠头 显得有些无奈 但还是努力解释 家里确实有点乱 您也知道 最近厂子里有点事 我爸妈也得帮忙处理 厂子有事 生孩子不是事 我妈的声音里透着不满 我爸这时候终于开口了 他一直是个沉稳的人 见气氛这么僵 他摆了摆手 行了 别吵了 现在主要是看孩子和小云的身体 其他的是以后再说 既然婆家今天来了 也算是有个交代 后面的事慢慢商量 婆婆见我爸开了口 连忙点头 对对 孩子重要 小云重要 其他的事我们可以再谈 虽然我爸的话 暂时缓和了气氛 但我心里的委屈 并没有因此消散 婆家现在来了 是不是因为住院费的事 被戳到痛处了 如果我娘家没把账结了 他们会不会继续装作 什么都没发生 我望着老公 忍不住说道 你就不能早点来看看我们吗 我生孩子 你们家一个人都不在 我怎么都觉得这不对劲 老公看着我 眼神里带着一丝歉意 小云 我知道你心里委屈 这几天我是真的有点分身乏术 你别多想 孩子和你我肯定是最在乎的 婆婆也在一旁点头负荷 对对 小云 你别往心里去 我们以后一定多关心你和孩子 今天我们来就是为了看看情况 钱的是你别担心 看着他们一脸诚恳的样子 我心里五味杂陈 虽然他们来了 但心里的那道裂痕 却似乎再也无法愈合 我不知道 以后他们会不会真的像说的那样 关心我和孩子 但眼前的这一切 让我对这个家族的冷漠 有了深深的怀疑 我娘家人为了我和孩子不辞辛劳 但婆家的迟到 却让我明白了 或许在他们眼里 我永远只是个外人 我望着怀里安静熟睡的孩子 心里充满了复杂的情绪 事情虽然暂时平息了 但我知道 这个裂痕不会那么容易修复 而这件事 也让我的心慢慢发生了变化 下面请听另一则故事 儿子结婚后 我如同卸下了二十多年的重担 终于松了口气 这些年来 我省吃俭用 给儿子买了新房 给了彩礼 支付了他们结婚的一系列开销 真的太不容易 老伴也说 从此算是完成了任务 以后再存些钱 咱们也去旅游 我姐姐就是儿女结了婚 自己带着孙女 跑到云南旅居 一待就是半年 真是羡慕死我了 想到儿媳可能已经怀孕 我笑着说 那咱们得抓紧时间去 不然孙子生下来就没时间了 老伴高兴地直搓手 说 还是你说得对 我们老两口 沉浸在儿子结婚生子的快乐中 殊不知即将面临一个晴天霹雳 儿媳沉蒙的检查结果出来后 儿子哭着告诉我们 沉蒙并不是怀孕了 而是得了子宫癌 子宫癌 我只觉大脑一片空白 那那道 那 还能治吗 儿子难过地说 还不是很严重 可是 医生说得切除子宫 我差点站不住 险些摔倒 切除了子宫 那就意味着 生不了孩子了 我刚刚倾尽所有 给儿子结婚 就告诉我 儿媳生不了孩子 那我儿子以后怎么办 老伴比我还要激动 哆哆嗦嗦地说 儿子 虽然现在说不合适 也不厚道 可你不能没有孩子啊 你 老伴还没说完 儿子急了 爸 你这是什么意思 孟孟还在医院呢 可 你这 老伴还要说些什么 我连忙拉住了他 示意他不要再说了 儿子的心情 肯定比我们还要绝望焦虑 不能再给他压力了 我努力平复下心情 到 现在 给孟孟治病 才是最重要的 儿媳比我想象中坚强 他没有哭哭啼啼 也没有灰心丧气 而是态度积极地面对治疗 从头到尾 连一滴眼泪都没掉过 没多久 他就听从了医生的诊断 接受了子宫切除手术 并进行了后期化疗 好在治疗急时 他人也年轻 所以病情基本上稳定了下来 就这样过了半年多 医生特意告诉我们 如果正常保养 他以后可以和普通人 一样得享天年 儿子高兴坏了 含着泪和儿媳紧紧相拥 可回家后 老伴却闷闷不乐地叹气 爱 我知道他的心思 如果陈梦的病治不好 等他过世后 儿子缓几年 一样可以结婚生子 可陈梦治好了 就意味我们抱不了孙子了 这是若是发生在别人身上 我也许会站在道德制高点上 批判这种思想 可儿子是我们倾注了 所有心血养大的 我怎么能不理解呢 如果一直没孩子 以后岂不是要面对 孤零零的晚年 我有儿子养老 可我儿子却没有 只要想起这事 我就特别焦虑 又过了一段时间 生活恢复了往日的平静 我和老伴便提起这件事 你们俩对将来有什么打算 儿子知道我们想说什么 脸色有些不好看 说我和陈梦会努力工作 好好生活 现在这个社会 没孩子一样过 还有不少人丁客呢 根本不是问题 老伴皱眉道 你们现在还年轻 不懂得孩子的重要性 就像我和你妈 要是没有你 关系肯定没有现在这么牢固 你也别不爱听 我说 是啊 不听老人言 吃亏在眼前 儿子沉默片刻 道 孩子的事以后再说 反正我不会因为这个离婚的 儿子和陈梦是青梅竹马 两人从13岁时就认识了 既是初中同学 又是高中同窗 在求学期间 他们始终是班上的第一名和第二名 偶尔儿儿子被陈梦超过 有时陈梦被儿子超过 二人一直齐头并进 后来他们考上了不同的大学 即使是异地 也保持着密切的联系 工作后 他们就像有默契一样 很快走到了一起 相比一般新婚夫妻 他们的感情格外深厚 我知道儿子舍不得陈梦 可总不能就这样放任不理 这确实是你们的人生 可你爸说得对 结婚头几年 谁都会潇洒 下班了吃吃喝喝 一切都好 等过几年 你的朋友们都会选择回家带孩子 大家讨论的话题 也变成了孩子 到时候 你们俩就会觉得孤单了 人总是要合群 咱们就是这么个社会 老伴道 儿子一向听我的话 可面对这件事 他丝毫不愿妥协 爸妈 道理我都明白 你们就别管了 我拧着眉头道 我不管你谁管 现在有问题的是陈梦 又不是你 为什么要咱们承担这样的后果 老伴道 对啊 儿子脸上露出不耐烦的神色 我和陈梦结婚 是因为我爱他 不是因为他能生孩子 这是你们就不要过多干预了 你 你回来 儿子走后 我和老伴都愁得睡不着 一夜过去 老伴的头发都白了一大半 我们相顾无言 只能叹息 过后我才说 咱们要稳住 日子长着呢 温水煮青蛙 你懂吗 我就不信 儿子永远都这么坚持 接下来的日子依旧如常 我们不再提让儿子离婚的事 儿子也装作什么事都没有 粉饰太平 陈梦身体痊愈后 继续去单位上班 他认真格外工作 仿佛什么事情都没发生过 儿子还是很呵护他 两人有伤有良的 乍一看 日子过得不错 放了假 他们就去天南海北的旅游 有时还会找个度假圣地 住上一段时间 在朋友的眼中 简直就是神仙眷侣 陈梦的父母也知道 女儿有缺陷 生怕我儿子杜骏嫌弃他 特意掏钱给他们换了辆好车 可这又有什么用呢 我们需要的是孙子 孙女 并不是金钱 在我和老伴眼中 儿子和陈梦过日子 就是在浪费时间 浪费生命 努力工作了半天 到头来 还不是连一个后代都没有 将来老了 住在养老院里都是弱势群体 被人歧视欺负 这就是年轻潇洒 老来受罪 可为了拉拢儿子 我闭口不提 让他和陈梦离婚的事 只是偶尔不小心说起 谁家生了可爱的孩子 谁家的孩子 多么多么出色 儿子一开始很反感 我一提转身就走 可时间长了 他也习惯了 偶尔还会跟着我一起看 亲朋好友发的新生儿照片 我知道 儿子心里是喜欢小孩的 他嘴上说孩子不重要 是因为陈梦在他心里更重要 现在我就是要让这个天平 慢慢倾斜 等到他成长了 意识到孩子的重要性 那不等我劝 他自己就会行动了 在儿子和陈梦结婚的第五年 仍然不离不弃 就在我苦恼不堪的时候 终于等到了一个难得机会 老伴的侄女 也就是儿子的唐姐杜玲离婚了 她比儿子大三岁 从小就聪明 学习很好 现在是个潇洒的都市白领 杜玲这些年前挣得不少 可婚事始终不顺 刚毕业 家里就给他安排相亲 却一直没结果 就在今年 他在一次聚会上 遇到一个比自己小五岁的弟弟 这男孩长得又高又帅 人也热情大方 除了家里条件不太好 其他个方面都不错 在这个男孩猛烈地追求下 杜玲招架不住 和他闪婚了 并且迅速地怀了孕 可结婚后 没多久就发现自己跳进了火坑 应该是看杜玲怀孕了 男方立刻露出了真面目 整天逼着杜玲拿钱 给男孩做生意 杜玲客观地考察了一下 发现他们那个所谓的生意 十分不靠谱 于是没同意 男方见捞不到好处 就对他冷暴力 动不动就不理不睬 不管不问 只想各种办法 从他手里拿钱 无奈之下 杜玲给了几次钱 可男方变本加厉 只把他当成一个金矿 且对他没有丝毫尊重 动不动就说他 你就是个大龄圣女 长得也丑 要不是我们家要你 你一辈子也嫁不出去 有时他在婆家多吃几块肉 都会被婆婆和丈夫阴阳 至此杜玲算是明白了 自己完全是被骗了 既如此就只能及时止损 他在娘家的支持下果断离了婚 断绝了和男方一切来往 但是他肚子里的孩子 已经三个多月了 我听杜玲的妈妈说 杜玲不打算留下这孩子 下周就要去做流产手术 我心中一动 这孩子他们不想要 但是我想要啊 看儿子和陈梦这架势 应该是不会离婚的 只不过这几年 两人口头松动了一些 不在提丁客什么的 说是条件允许 就去领养一个孩子 眼下不正是一个好机会吗 杜玲和我儿子是堂姐弟 他们有血缘关系 这孩子比领养来得强啊 想到这里 我连忙把儿子儿媳 叫回来吃饭 简单说了说这件事 你们俩觉得怎么样 无论是男是女 总是自己家的孩子啊 我语重心长地说 他们今年已经三十二了 平时交往的朋友们 几乎都开始了养娃 带娃的生活 有次我听儿子说 要组织几个好朋友出门旅游 结果问了三四个人都不成 人家不是要看孩子 就是要备孕 到最后 去的人只有他们俩 这几年 他们应该也感受到了 这个社会趋势 再怎么桀骜不驯 最后还是要回归家庭 结婚生子 我说完 儿子沉默稍许 抬眼看了看陈梦 我知道他心动了 只不过想听听陈梦的意见 梦梦 你觉得呢 我看向儿媳 轻声问道 陈梦垂着头 过了片刻 过了片刻才说 妈 其实我和杜骏 想过领养一个孩子 只不过 时机还不太成熟 还不成熟 总觉得自己很年轻似的 我心中冷笑 只说领养也不是不行 可那些孩子的父母 是什么样的人 咱们也不清楚 始终不如你堂姐之根之底 我从来不信什么人之初 性本善 孩子的能力性格 都是天生带来的 杜琳好歹是我看着长大的 他聪明好强 孝顺有能力 基因很不错 孩子那个爸爸 虽然说不负责任 可长得好啊 如果这孩子能集合父母的优点 就再好不过了 见陈梦低头不语 我加重了口气道 梦梦 我不想催你 可是过了这个村 就没这个店了 现在是就算咱愿意 玲玲不同意也没用 我想告诉她 现在不是你挑三拣四的时候 过了一会儿 陈梦才轻声道 妈 我知道您是为了我们好 如果 堂姐的孩子 真的愿意给我们 我 可以接受 就是不知道 将来堂姐会不会后悔 半途又把孩子要回去 儿子也说 是啊 这天天在眼皮底下过日子 我姐难保会舍不得 看她们顾虑重重的样子 我实在是无语 这么个好机会不珍惜 以后多的是后悔的日子 我只能开解到 你堂姐还年轻 总会再婚的 带这个孩子 怎么结婚啊 这孩子给咱们 既留了下来 又不会受委屈 是很好的选择 我能看出 杜玲对父中孩子 深深地不舍 她毕竟不年轻了 要不是男方太恶心 怎么也会把孩子生下来 听我这么说 儿媳和儿子对视了一眼 终于下定了决心道 堂姐要是真的愿意 我们肯定会把这孩子 当成亲生的一样 我和老伴都松了口气 心中泛起一丝高兴 家里要天丁尽口 多么好的事啊 就算不是自己的孩子 只要能在 儿子儿媳的户口下 将来给他们养老送中 就已经非常好了 想到这里 我连忙给杜玲他妈 打了电话 然后提着大包小剑 跑到杜玲家 求她把孩子生下来 玲啊 这孩子都已经来投奔咱了 你就生下来吧 你弟弟弟媳 就盼着有个孩子 书神也一样 我们保证好好对待这个孩子 你生产的费用我全都出 将来你想见孩子 随时都能见 你觉得行吗 我真的带了十足的诚意 杜玲看起来非常疲惫 神色间充满了犹豫不决 她妈想了想 也说 是啊 要不就留下 我也怪心疼的呢 其实嫂子和我说过 如果杜玲愿意把孩子生下来 他们劳两口会帮着待 将来也不会影响她再婚 可杜玲担心的不只是再婚问题 而是担心和那个恶心的男方牵扯不清 我再接再厉道 玲啊 你别担心 对外可以说把孩子留了 回头住到我们那儿 孩子生下来后给我们就行 这样别人不会知道 杜玲见我这样恳切 终于咬了咬嘴唇 点点头说 行 我相信你 二审 得到了杜玲的首肯 我真的异常高兴 玲 你放心啊 陈梦和杜郡都是靠谱的人 都会好好对待孩子的 就算他们俩不负责 我和老伴也会负起这个责任的 杜玲叹了口气 二审 如果可以 我也不想打掉她 这几天我都能感觉到 她在我肚子里动 像条小鱼一样 当妈的哪有不心疼自己孩子的 说完试了试累 这孩子一直挺坚强的 这次遇人不输 也是不容易 我们聊了很久 临走前硬塞给嫂子一万块钱 才欢欢喜喜地回了家 到家后 老伴看我肯定的表情 也很开心 问到 还有几个月才能生下来 我算了算 说 还得六个月吧 说是 已经有三个多月了 老伴感叹道 要是个男孩 就更好了 我无语地笑了笑 你呀 越来越贪心了 女孩也很好 有个孩子就不错了 不过呀 我顿了顿 小生说 根据我的观察 大概率是男孩 这是我有经验 杜琳怀孕后饭量带了很多 还特别能吃肉 脸上也长痘 这都是怀男孩的特点 老伴的眼睛亮了亮 激动地说 要是真能抱上孙子 可太美了 转天 儿子和陈梦来我这边吃饭 这两个人 昨天还是半推半就的 好像不是很情愿收养 杜琳的孩子 今天却买了一大堆玩具 和婴儿用品过来 我愣了愣 笑道 现在买太早了吧 陈梦拿着一个草莓形状的手摇铃 一脸慈爱地说 路过母婴殿做活动 感觉挺合适的 我们也不太懂 就随便买了点 儿子也裂开一个傻笑 道 梦梦说衣服先不要买 男孩得买蓝色的 女孩要买粉色的 陈梦说 我才想起来 咱们可以买黄色的吗 杜骏道 还真是 看着他们俩这样子 我心里又酸涩又欣慰 如果他们能有亲生骨肉 应该会是很好的爸爸妈妈吧 为了即将到来的宝宝 我们全家都充满了期待和热忱 陈梦特意在社区医院 报了一个学习照顾新生儿的培训班 每周都去听讲座 他说既然要做 就要做到最好 杜骏把烟戒了 说小朋友需要清新的空气 可不能吸二手烟 我和老伴也没闲着 隔三差五的就做些好吃的 给杜灵送去 这女人怀孕了 需要好好补充营养 老伴还说 听说好的月子会所都得提前预定 有时间咱们俩去转转 找个好的 不要怕花钱 我说 对对 这钱该花 大嫂把那一万块钱还给了我 坚决不肯要钱 只要我们以后能好好照顾孩子就行 我和老伴心里感激 越发想好好对待杜灵 不过 我有三十多年没照顾过新生儿了 现在那些育儿理念都不太懂 到时候杜灵生了 干脆就找月子会所 皆大欢喜 可就在一切都变得越来越好的时候 事情忽然出现了巨大的转折 杜灵独自去医院 做了流产手术 孩子留下来时 已经成型了 是个男孩 听到嫂子充满歉意的解释后 我整个人傻呆呆地坐进椅子里 脑中一片空白 最近那边又找来了 他们打听孩子没留掉 说要孩子的抚养权 以后让杜灵给他们抚养费 一旦孩子生下来 有心人总能知道 这孩子是谁的 到时那家又来闹 咱们的日子都过不安稳 我大哭了一场 心酸难忍 我何尝不知道 嫂子和杜灵的无奈 如果这个生父没完没了地闹 或者其祸可居 我们收养了孩子之后 也会面临不少麻烦 可再怎么理智 都难免情绪低落到极点 一条小生命 就这样没了 儿子和儿媳想要孩子 可牺牲不了 杜灵也想要这个孩子 可还是不能留下 得知孩子没了后 儿子和陈梦也受了不小的打击 没动心思的时候 不会感到难受 希望突然破灭 两个人都十分痛苦 一时间 家里愁云惨物 我自责得很 早知道就不提这个事了 害大家空欢喜一场 我的心事积攒得太多 就越发抑郁 只能和小区里的老姐妹们说说 尤其是和我同龄的刘芳 这半年 我们经常一起沉练 聊天 慢慢变成了朋友 得知杜灵这边的事也黄了 刘芳忽然对我说 她老家有个侄女 今年二十二岁 爸爸最近做生意被骗了 欠了一屁股债 这个女孩愿意做任何事 只要有人能给她爸爸钱还上 我一惊 道 你的意思是 刘芳压低了声音 道 等生了孩子 就直接交给你儿媳妇养 陈梦肯定也愿意的 听到这个消息 我内心在疯狂地打鼓 如果这件事真是可靠 那比收养肚灵的孩子还要好 几乎是我心中最佳的解决方案 那刚刚寂灭的内心 猛然燃起了新的火苗 回家后 我先告诉了老伴 老伴喜形余色 问道 真的 那 那要多少钱呢 我说 说是四十万 据说那个女孩家里天天有人来要债 爸爸跑了 奶奶都被吓病了 实在是没办法了 这个价格对我和老伴来说 虽然高昂 可换一个孙子 还是物超所值的 老伴激动过后 又开始担心 陈梦能同意吗 这和杜灵那个还不一样啊 我也不敢肯定 毕竟陈梦是个有主见 有能力的女孩 如果真的有这么个孩子 是杜骏的亲骨肉 却和她没有血缘关系 她会接受吗 我也怕弄巧成拙 实话实说 这几年来 她对我和老伴都尊敬有加 很舍得花钱 若不是她有这个缺陷 我对她还算是满意的 可孩子这个念头一旦产生 就无论如何 也压不下去 我幻想着 一切都顺顺利利 儿子有了后代 我有了孙子 对儿媳来说 也有一个孩子可以抚养 好像所有人都没有损失 想到这里 我终于忍不住 把这件事告诉了儿子 杜骏听后陷入了沉思 似乎是在天人交战 过了好一会儿 她才低声说 这是可靠吗 会不会有什么麻烦 经历过杜陵那件事 我们都有些没信心 这毕竟不是小事 我心里也没底 只能说 你要是同意 我就去见见那个女孩 如果人老实 长得也不太差 咱们给她钱就完了 大不了 以后搬家 让她找不到咱们 她需要钱 我们需要孩子 这是等价交换 并不存在欺骗 如果担心 她以后来找孩子 那我们就离开这里 杜骏眼中闪过纠结 叹道 妈 你说的我都懂 可孟孟不会同意的 我了解她 不同意又能怎么样 陈梦自己不能生 怪谁呢 我不高兴地说 儿子 五年了 我什么都没说 一直为你们着想 杜陵那事是没成 可你们俩当时不也高兴坏了吗 陈梦难道不想要一个孩子吗 现在是他有问题 你凭什么为他绝后啊 儿子也成熟了 不再像以前那样 暴跳如雷 而是重重叹了口气 没说话 老爸也开口道 儿子啊 我和你妈辛辛苦苦养你长大 你难道就只为了你 媳妇活着 你就不为了我们考虑考虑吗 我和你妈都老了 不求你们照顾 我们只是想看你有后 就这么难吗 儿子为难地说 爸 你别这么说 老伴摇摇头 灰心丧气地说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说 算了 你高兴就行了 我就怕你晚年后悔 到时候就来不及了 老伴的话 深深地触动了我的心 我眼圈微红 对儿子道 你回去和陈梦好好谈谈 也许他会同意呢 两天后 我催儿子 问他谈了没有 儿子说 您要不先去了解下 对方可不可靠 要是不可靠 我就没必要和孟孟说这些 我知道他是为难 不知道怎么开口 想到杜琳那件事 我也觉得 该先了解下刘芳的侄女 万一人不靠谱 只想骗钱 岂不是两边都不落好 于是我给刘芳说 想见见她侄女 刘芳毫不含糊 道 没问题 我现在给她打电话 让她明天就过来 看样子 他们也很着急 转天 刘芳的侄女刘芸 就坐车来到了城里 我请他们估值二人在家门口的饭馆 吃了个便饭 说实话 看到人之前我很忐忑 最近刚看了一则社会新闻 有个女孩为了骗财礼 故意隐瞒了盗窃史和科药史 结婚后却忽然失踪了 南方寻人无果 存了一辈子的钱 也打了水漂 最后绝望地上了调 这个刘芸可千万别是这样的人 再说 就算没有不良记录 个人素质也不能太差 如果长得特别丑 或是身体有残疾 智力不高 我不希望孙子是这样的女人生的 可一见面 我的一律打消了大半 这个刘芸长得还可以 五官端正 皮肤微微有些黑 虽然没有沉梦精致漂亮 却明显能看出更加年轻窈窍 她不太爱说话 还有些畏畏缩缩的 但刘芸让她回答我的几个问题 也都条理清楚地说了出来 明显是一个没受过什么教育 性格也比较内向的农村女孩 这样一来 我反而比较放心 刘芸对我说 我堂哥 也就是这孩子 他爸特别不安分 整天想着做生意 这些年干啥赔啥 不仅没挣钱 还欠了亲戚朋友一屁股债 现在奶奶病了 家里还有两个上初中的 双胞胎弟弟 实在是困难 这条件 简直是把所有缺点都叠满了 听得我直责舍 怪不得需要用这种方式去挣钱 我又简单问了几个问题 发现没什么问题后 带她去医院 做了个全身体检 三日后 体检出了结果 刘芸没有基础病 身体状况良好 我越发有信心了 觉得事情就差临门一脚 但老伴觉得这女孩 家庭条件太差了 有些额外的担心 万一将来被讹上了 岂不是得不偿失 话虽如此 可若不是极度缺钱 谁会想到做这个呢 我把心一横 下定了决心 对儿子说 我这边没问题 你和陈梦说好了吗 儿子为难地说 还没 我无语道 那现在怎么办 儿子叹了口气 妈 你让我怎么跟陈梦说呀 我还不了解他吗 他肯定不会同意的 闹不好 就要和我离婚 我冷笑 离就离 你要是离了 我倒省心了 也不用额外花钱 找人生孩子了 凭我儿子的条件 怎么也能找个 能生孩子的女人 儿子沉默了几秒钟 道 妈 当初陈梦刚做完手术 主动提出过离婚 他说不想耽误我 也不会怪我 还会祝福我 是我 死活不肯离 拖到了现在 他们这么多年的感情 确实不是一下子就能割舍的 我忽然灵光一闪 道 要不 你别告诉陈梦 儿子诧异道 这怎么行 我说 怎么不行 到时候 就说是弃婴 剪得不就完了吗 这和领养的 又没有区别 老伴也找到了思路 顺着我的话说 对呀 这样谁也不得罪 咱们心里知道就行 又不是让你和陈梦离婚 就是想要个孩子 想要家庭更美满呢 思前想后 儿子终于同意了 接下来 就是怎么实际操作这件事 为此 我还特意去打听 怎么人工受惊 发现花钱不说 还不一定成功 这种事拖得越久越麻烦 刘芳说 唉 弄那些干啥 就赶在女生月经后那几天 同房几次就行 那就是得见面 我沉吟不语 说心里话 我不想让儿子和刘芸 有过多接触 倒不是怕儿子看上刘芸 就怕刘芸生出了 什么不好的心思 回头她拿孩子 要挟我们 又该怎么办 可暂时也没有别的办法 我只好对儿子说 你千万别告诉他 你的名字和工作单位 尽量贴清关系 省得以后有麻烦 儿子点头答应了 很快的 在我和刘芳的安排下 儿子和刘芸同房了一次 第一次之后 儿子悄悄对我说 刘芸还是初次 说明她洁身自好 以前是个黄花闺女 我皱了皱眉 嘱咐儿子 不要和她过多交流 完事就走 儿子没说什么 可是看她表情 似乎也不可能完全无动于衷 也是 她从前也只有过 陈梦一个女人 刘芸应该是 她有亲密接触的第二个人 我心里有些不安 只求神拜佛 希望刘芸赶快怀上 两个人就不会有 更多的接触了 可事与愿违 这次过后 刘芸并没有怀孕 看我心情烦躁 刘芳安抚我 现在这个社会 一个月就怀上得太少了 再次几次 还有 年轻人很多事都不懂 你也多嘱咐嘱咐 我知道她说的是对的 可全家人都瞒着儿媳这件事 我每天都过得心惊肉跳 头发大把大把地掉 只盼着快有结果 幸好 又过了一个月 刘芸怀孕了 终于怀上了 之前 我已经给了她十万的定金 说好了怀孕再给十万 等生下孩子 做完DNA检测后 再给最后的二十万 怀孕后的检查费 生产费和营养费 都有我们来负责 现在我已经花出去二十多万了 接下来就是等着刘芸 无惊无险 瓜熟地落 这期间 我一直单方面和刘芸联系 还嘱咐儿子千万不要和她再联系了 等到孩子生下来 我就说是在家门口捡的 连收养的手续都提前查好了 最近我只要和陈梦见面都很心虚 我安慰自己 这完全是个善意的谎言 相信陈梦到时候也会高兴 就这样过去了四个多月 出现了突发事件 刘芸怀孕第六个月时 有一晚上忽然觉得不舒服 她没经验 吓坏了 第一时间给我打电话 可我当时手机着充电 没接到 结果 她把电话打给了我儿子杜骏 杜骏也吓了一跳 为了送刘芸去医院 慌张之下对陈梦撒了个谎 到医院后 刘芸倒是没什么事 就是有点公缩 医生检查了一下 开了点药就让他们回去了 因为这件事 陈梦看出了端倪 可能是女人的直觉 也可能是这段日子以来 儿子的异样 早就被她发现了 在她追查之下 竟然发现了事实真相 等我和老伴赶去他们家的时候 两人几乎已经是闹崩了 还没进门就听到陈梦的嘶吼声 杜骏 我早就说过 离婚可以 但你不能这样欺骗我 十几年的感情 我真的是看错你了 陈梦双眼通红 显然是狠狠哭过 儿子一直在恳求他 梦梦 我不想伤害你 我从没想过要伤害你 我和你发誓 我跟那个女人 什么关系都没有 我们只是要孩子 这和我堂姐那事 其实是一样的 我还从来没见过 儿子这么恐慌 和低声下气 我刚想开口 帮着说几句 只听陈梦冷笑一声 道 杜骏 你把我当傻子吗 如果你们真的 什么关系都没有 为什么他有事会找你呢 儿子举着手说 那次是紧急情况 平时他真的不联系我 我也道 梦梦 你别生气啊 这都是我的主意 我们真的是 只要那个孩子 别的什么都没有 老伴也说 是啊 有了这个孩子 你们俩的家庭 才更完整 才能过得更好 对你来说 也不是坏事啊 陈梦苦笑了一声 冷冷地说 为我好 你们哪里是为我好 现在还是大清朝吗 要我毫不介意地 抚养别的女人 给丈夫生的孩子 我辛辛苦苦工作一辈子 把钱用来养私生子 到时候 人家亲妈找上来 我又算是什么 一个笑话吗 你们不是为了我好 你们是怕我死得不够惨 我说 不是的 你不能这么想 他打断我道 爸 妈 你们可真是中国好爸妈 我陈梦没这本事 做你们家的儿媳妇 咱们好聚好散吧 我和杜骏离婚之后 你们爱找谁生孩子 就找谁生孩子 不用偷偷摸摸的了 儿子脸色大变 道 梦梦 我不会离婚的 这都是我爸妈逼我的 我不想离婚啊 和孩子比起来 你更重要啊 听到这话 我不禁有些心寒 我逼他了吗 这不也是他自己的决定吗 陈梦摇摇头 流着泪 一字一句地欺然道 杜骏 曾几何时 我以为你自己很了解你 原来我错了 你这个人自私懦弱 既要又要 告诉你 这是不可能的 我是恨你欺骗 恨你和别的女人生孩子 可我更恨你们 一家子做大戏 只把我瞒在鼓里 再留在你家 将来我怎么死的 都不知道 你们这样的好人家 留给有福气的人去 慢慢销售吧 说完 他用力擦干了眼泪 收拾了东西 头也不回地离开了家 陈梦走后 儿子整个人傻呆呆地坐着 一动也不动 仿佛整个人被掏空了 我的心脏 碰碰地跳个不停 忽然意识到 最可怕的情况出现了 陈梦要离婚 儿子就没必要花钱 生个孩子了 毕竟带着这么个 不清不楚的孩子 儿子以后 怎么找新的对象呢 早知道是这个结果 就不给儿子找刘云了 可如果不找刘云 陈梦也不会为此 和儿子分手 这件事好像是个死循环 无论怎样 都不会有好结果 但我们做错了什么 我们只是想要一个后代 想要儿子将来 不变成孤寡老人 为什么好像做了什么 天大的坏事一样呢 我再也顾不得心慌意乱 赶紧打电话给刘芳 说 这孩子我们不要了 前面的钱我也给了 现在你让刘云去流产吧 离就离了 将来还可以找个合适的对象生孩子 总算是达成了一个目的 刘芳在电话内一头蒙了 说 你开什么玩笑啊 这都快七个月了 生下来就能活了 哪能做这样的事呢 也太缺德了 他这句缺德点醒了我 是啊 已经做错了这么多事 钱花了 儿子儿媳两边都没落好 我不能再错下去了 这孩子既然已经有了 那就留下 说不定 以后陈梦会回心转意呢 他生不了孩子 将来找不到 比我儿子更好的对象 现在一时激动说要走 日后想清楚了 能回来一家没满也不一定 两个月后 刘芸生了一个男孩 见到孩子红红的小脸后 我长长地松了口气 心中一满喜悦 终于觉得自己没有做错 虽然儿子和陈梦 已经办理了离婚手续 可这一切都是值得的 老伴也抱着孩子 爱不是手 在医院照顾孩子和产妇的时候 我发现刘芸也不错 他吃苦耐劳 一点也不娇气 对孩子也有耐心 可他这种条件 实在配不上我儿子 绝对不能当我儿媳妇 就这样 我把剩下的钱给了刘芸 把孩子抱回了家 临走时 狠心不去看他泪汪汪的眼睛 接下来 家里终于多了一些欢乐 一个小婴儿生机勃勃 让每个人都忘却了生活中的苦恼 我和老伴沉浸在有孙子的快乐中 可儿子却一蹶不振 整日垂头丧气 我让他再去求求陈梦 所谓猎女怕蝉狼 他们俩有感情基础 时间长了 陈梦就心软了 可以回来继续过日子 说实话 我私心一点也看不上陈梦这些行为 他现在这条件 只能找有孩子的二婚男 而那些人 更不可能和他一心一意过日子 只要他能想通 回来和儿子继续过日子 我就把孩子交给他们 让他们一家三口好好生活 我也算是对得起 杜家的列祖列宗了 可半年后 儿子却把刘芸带了回来 说是已经和他领了证 看着眼前拉着手的两人 我完全傻了眼 你们怎么能先斩后奏 结婚这么大的事 为什么不和家里商量 儿子道 妈 我都这么大了 什么事都能做主 再说 陈梦是不可能回来的 刘芸好歹是孩子的亲妈 接下来我才知道 原来这段时间 他们一直都有联系 刘芸舍不得孩子 可他不敢联系我 生怕我带着孩子举家搬走 所以只能偷偷联系杜骏 询问他孩子的现状 两个人一来二去的就好上了 我只觉得胸口被一块巨石压着 堵得喘不上气来 他连中学都没毕业 家里还是那种情况 你娶他 你觉得你能应付得了那一大家子吗 不知道就算了 知道还这么做 不是上赶着当火坑孝子吗 刘芸的爸爸不是省油的灯 家里有病重的奶奶和两个上学的弟弟 这简直是连粘都不能粘 儿子冷笑 妈 谈这些有什么意思 沉梦条件够好的 你还不是把我们搅和散了 现在刘芸好歹是孩子的亲妈 能一心一意地对待孩子 你嫌弃他条件不好 那你到底想要我怎么样 我的心一阵刺痛 捂着胸口道 我想让你怎么样 这是我想吗 我只让刘芸给你生孩子 没让你和他结婚 老伴扶着我 对儿子说 别让你妈操心了 他做任何事都是为了你呀 儿子不耐烦地说 别再说为了我了 你们都是为了你们自己 我和沉梦过得好好的 是你们不停地搅和 没完没了地催我生孩子 不然我们不会离婚的 现在我想和刘芸过日子 你们还不同意 是不是我死了 你们就满意了 反正你们也有孙子了 不行我就去死 刘芸含着泪 低头说 阿姨 我想孩子 您能不能接受我 让我照顾他 一个两个 都把我当成了阻挠 他们幸福的罪人吗 一时间 我天旋地转 头痛欲裂 随便你们吧 我老了 管不了了 事情已成定局 我只觉得疲惫不堪 我不明白自己为他们操了这么多心 最后反而落下最多的埋怨 在一连串的打击下 我高血压犯了 躺在床上起不来 于是让老伴把孩子交给儿子和刘芸 让他们自己过日子去吧 这是他们自己的选择 以后日子是好是坏 也由他们自己承担 几年后 他们的生活 一如我的判断 一开始 儿子和刘芸过得还可以 男主外女主内 加上有个孩子当中心 日子还算是温馨 刘芸比起陈梦 性格更为柔顺随和 还勤快爱干活 对待孩子也很细心温柔 可他的短板也很明显 就是没文化 没见识 思想落后 在工作上和经济上 都没有任何可以帮上忙的地方 养家的重担 全都落在儿子一人身上 如果他们只过自己的小日子 问题倒也不大 但刘芸的父母不这么认为 他们觉得 既然女儿已经嫁了过来 还给你们家生了儿子 那就是你们家的大功臣 你们有义务给我们钱花 帮我们养儿子 一开始 儿子给了他们一些资助 可耐不住 他们经常来打秋风 找各种要钱的理由 刘芸也不阻止他爸妈 因为他从小受到的教育 就是这样的 他也认为自己的丈夫 该管他家 不然就是看不起他 不把他当回事 在儿子不耐烦的时候 他也只会捂着脸哭 什么都做不了 就这样 两人磕磕碰碰碰地过了三年 儿子说再也受不了 刘芸父母的贪婪和他的愚蠢 最后还是离了婚 刘芸这次也不说离不开孩子了 他把孩子留下 分走了所有的存款 拿回家给弟弟买房去了 就在同一年 陈梦再婚了 他工作多年 失业有成 到处都受人尊敬 找到了非常好的对象 陈梦的父母也对外说 医学越来越发达 以后说不定有人造子宫 到时候 陈梦就能拥有自己的孩子 即使费用高昂 他们也负担得起 儿子得之后 再也控制不住 失声痛哭起来 他开始每日酗酒 醉了之后就打骂孩子 打骂我们 怨恨所有人 夺走了他的幸福 可这一切都是我造成的吗 明明我的所有出发点 都是好意啊 落到现在这个结果 难道真的怨我 好了 我们今天的故事 就分享到这里 感谢你的观看 希望今天分享的内容 对你有所感触 尚未订阅的朋友们 别忘了点击订阅 这样我们可以每天陪伴你 让我们一起成长 一起幸福 一起慢慢变老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 红蜡